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特殊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一輝 歡迎收看時間做手 舊統跟各位分享一樣 不管做不條也好 做棋子也好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一定要有領先 而且可以實在性技術 舊統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當他們擁有新金流觀念的同時 不用再像過去一樣死爆活爆 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有滿手套牢股票遺憾 只要跟著新金流觀念 用最踏實的方式 以一步步做下來 很自然的就可以創造出 比不要更不要獲利 但是很多同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 到底原因出在哪裡 就從過去 你跟著市場當中分析師去做 常常會發現資金的運用沒有效率 因為股票總是爆上爆下等上漲 不敢百分之百之間進出 加上持股過於分散 凹單不停損 會多不會空的結果 都是造成資金運用沒有效率的原因 同樣的 過去用的軟體 為什麼沒有辦法幫自己賺錢 因為你用的不是原創系統 所以沒有辦法真正的施展 有太多的參數模組週期 全部要讓會員自己去猜 甚至呢 選股出來的支數模組還會太多 還需要人工的訊息去輔助判斷 最重要的 買賣點常常會慢半拍 沒有辦法完全做到 單一而且精確的買賣點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用我本人手機的號碼 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 價格呈現博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一個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長期幫客戶穩定獲利的同時 何必躲在業務助理背後 甚至每天在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打折 還叫贈送資料不是嗎 而當你擁有時間做手的同時 你已經掌握出一個非常大的優勢了 因為這個系統呢 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創的 包括程式的部分 也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託外面工程師 這市場當中其他軟體 絕對做不到的 而在進場之前呢 匯利景卻顯示 進場停損停力 三個價位一次都會給各位 我堅持只賺最好賺的 因為資金效率才高 就是因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筆他的進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百的資金 多空能雙向 獲利自然就加倍 就同你所謂眼鏡無憑的事實 也就同每天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跟著新金流關係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檔股票就夠了 而且每一筆大進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百資金 一定是百分之百資金買檔 一定要百分之百資金賣掉一檔之後 才有錢換下一檔不是嗎 就是要用最踏實的方式 以一步步做下來 從五月五號到今天 一個月的時間 你的一百萬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自己穿出兩百三十萬的利潤了 而你的一千萬呢 透過金流力量 不是也幫自己穿出兩千三百萬的利潤 但是 再回過頭想一次 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如果還在過去死報活報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還在用不能實際的軟體 幫助自己操作股票 到底幫自己穿出多少的報酬 因此呢 就等我在節目當中會常提醒各位的 我說過去有條路 如果一路走來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通的時候 只是此刻就該 揮一條路 換個方法走的時候了 就同每天 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喔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五月二十七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 一百萬 賺了二十五萬 系統告訴我們 二十七號 也就在這一天喔 系統告訴我們把千年票賺的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 轉滿第一桶這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K線 醜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邊看 短短的三天兩桶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二十點九萬的利潤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檔股票 當然也是一樣的道理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五月三十七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二十點九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也不要捨不得賣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事情 但當股票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要賣 你捨不得賣 不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讓大賺變小賺遺憾 又再次的發生 但是 當擁有心境有觀念 遺憾不但不會發生 反而可以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 五月三十七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二十點九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 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 三十一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的 他身上 很簡單 全部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三十一號這一天 很簡單的按一鍵選股多 一樣 執行選股 三秒鐘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邁有進這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發生 五月三十一號 也就在這一天喔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的票賺的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 轉邁有進這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邊談 短短的三天兩頭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是四點三萬的利潤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檔股票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六月二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 一百萬 賺了四四點三萬 系統告訴我們 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熟得賣 再一次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代單股票 賺完最好賺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要賣 你捨不得賣 報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讓大賺變小賺遺憾 又再次發生 但是 當你擁有新金流觀念 遺憾 遺憾 不但不會發生 反而可以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六月二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四點三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因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口袋 接著 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六月二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的股票身上 很簡單 一樣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六月二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簡單明確一等 很簡單的按一鍵選股多 一樣執行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我們再把資金轉賣 亞行這一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發生 六月二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的票賺的錢 發口袋 再把資金轉賣 亞行這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腳上面的別人 短短的三到四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三十二點六萬的利多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檔股票 當然也不是例外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六月七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三十二 三十二點六萬 系統告訴我們 今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所以 紅棒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但當股票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到最後 還會像過去一樣 讓大賺面小賺遺憾 又再次發生 很可惜對不對 但是 當你擁有 新金流觀念 遺憾 不但不會發生 反而 可以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六月七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三十二點六萬 系統告訴我們今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口袋 接著 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六月七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的股票身上 很簡單 還是交給時間做什麼 我們只是把時光回溯 回到六月七號這一天 操作一樣 簡單 明確 易懂 很簡單的按 一鍵選股多 一樣 執行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滿 泰股這檔票 接著 賺它 最好賺那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 好事 到底有沒有 接連 不斷的發生 六月七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錢能不要賺的錢 白口袋 再把自己 轉滿 泰股這檔票 接著 賺它 最好賺那一段 黑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別人毯 短短的三天兩頭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二十點八萬的利多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也就在我們 在節目當中 剛才跟各位分享的 五個金流而已喔 事實上從五月二十五號到今天 十二個交易的時間 你的一百萬 透過新金流觀念 已經幫自己刷出 一百零九萬的利多了 而你的一千萬呢 也已經幫自己刷出 一千零九十萬的利多了 但是到今天 還剩過去 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嗎 還剩過去 不能實際上的軟體 幫助自己操作股票嗎 很多投票在市場當中 都會非常想要知道 如果用最短時間 幫助自己把資金做翻倍 要在最短時間 幫助自己把資金做翻倍 一定要完全做到 敢買敢賣敢換股 所有操作資金 一定要百分之百資金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絕對不能像老派特質觀念一樣 總是分批加碼分散個股 再來 每一張股票 一定要堅持只賺最好賺哪一段 也不能像老派特質觀念一樣 總是死爆發單股票上漲 最重要的 一定要領先市場 最好賺的買賣點 更不會像過去一樣 進出的時機 總是會慢的半拍 而時間做家庭很簡單 所有操作 一定是百分之百資金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加上嚴格風險控管 跟領先市場買賣點 才有辦法幫助各位 用最短時間把資金做翻倍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檔股票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沒有辦法領先市場 清楚而且明確知道 在21.55 就這個階段以來最好賺的賣點 難道你要等到今天跌下去之後 甚至整理了這麼多天之後 再考慮慢慢賣嗎 是不是又來不及又慢了半拍 又浪費了很多時間 這時候你又問我 我如何領先市場 直到在21.55 就這個階段以來最好賺的賣點 很簡單 要領先市場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 會是比較快的 就同這檔股票 在這一天 我們看到個事實 周線多 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賣點 當天除非給各位明確的進場點 停損點之外 停點會一併直接告訴各位 看哪裡 直接看實體信號 正擺動均值的這個地方 他直接告訴各位 21.55要全數賣出一張不留 進場當下 直接就是把停利點告訴各位了 他告訴各位 一旦來到21.55 一定要全數賣出 後來再連續幾天大漲之後 最高來到22.05 所以我們設21.55一定可以賣掉 可以把這一段最好賺的放一口袋 自然不會任一張股票 或大賺變小賺遺憾 甚至在裡面浪費任何寶貴的時間 同樣的 很多特別的股票 做股票過程當中 財富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離起來 其餘很簡單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你沒有辦法像你一樣 把所有資金集中操作 在單檔票單一個點位上面操作 所以呢 你會發現買不多 專門遺憾持續不斷發生 就如同過去 你常常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一等不知道等多久 你絕對不會敢買多 要不要等到連續大漲之後 再衝衝忙忙幫臉台叫你還是不會敢買多 所以買不多 專門遺憾持續不斷發生 但是跟著時間做的教條很簡單 一個階段 永遠唯一只有個最好賺的買點 就同這一張股票 在這一天 我看到的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之後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絕對不會有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加碼點 這麼簡單清楚明確的情況之下 我所有客戶在這一檔股票 就在這一檔股票這個地方 一定是百分百自己買進 那好事很自然發生 當然 每一檔股票都是一樣道理 所以我在節目當中 從來不會跟各位特別強烈的一檔股票 因為想要是賺錢的辦法 包括這一檔股票 在這一天我一樣看到的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樣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我所有客戶在這檔股票這一天 還是一樣 百分百自己買進 那好事很自然發生 更重要的是 你會發現 時間做交易桶的買點 常常會領先市場一到兩天 絕對不是等到帶量突破漲停之後 再放別人抬價 而是要買在漲停的前一天前兩天 而這就是時間做交易桶獨特的技術 相同的道理 我們可以再開一檔股票 我從來不會跟各位特別強烈的檔股票 因為掌握的是賺錢辦法 當我們擁有賺錢辦法 同時每檔股票都必須要來幫我們賺錢 包括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也就是昨天 我一樣看到的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樣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還是一樣 百分之百之一買進 那好事很自然發生 也相同的再領先市場一天 不是等到今天帶量長紅漲停之後再放別人抬價 而是買在漲停的前一天 也就等我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遠只相信 只有客戶獲利的口碑才會是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但是你想要跟著新技能的觀念 創造出比標跟標的獲利 事實上並不難 你現在欠缺只是一個 親身體會領先實戰新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使用品質不良的系統或空序嗎 實力才是關鍵 有實力才敢直接面對投資人 這次您可以直接擁有老師本人手機簽字服務 有實力才敢提供高品質的保障 這次您可以擁有高品質的六大保證 這次您可以選擇有實力的分析師 有實力的系統 讓幸福的事每天發生 02-2389-8029 02-2389-802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其他透過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 02-2389-8029 02-2389-8029 各位特殊部網友歡迎來到現場 就是同我跟各位分享的一樣 他們擁有時間做手去做棋子的同時 只有一口單 百分之百當充 完完全全沒有流暢壓力 我們可以讓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就是同這個地方的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賺賠加總的結果 就是同您所看到的 台子05一個月過去了 正這麼多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正6882點 06呢15天過去了 正這麼多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正2983點 當然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一樣在這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兩筆對兩筆 一口單窗呢 一樣可以正147點 但是 很多投票過去 也跟過很多老師 甚至很多軟體 來幫他操作指數 財富為什麼一直沒有法累積錢 因為你用的是市場當中 沒有辦法施贊的工具 常用市價追單 有嚴重法教問題 買賣點訊號會消失問題 最重要的是 有太多的參數模組週期 全部要讓會員自己猜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用我本人手機的號碼 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 價格呈現波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一個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時 何必躲在業務助理背後 甚至每天在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打折 不是嗎 而當你擁有時間做手的同時 在進場的當下 系統就可以立即明確顯示 進場停損停利 三個交位一次二個位 週期固定十分線做當中 全數定價完全沒有華價問題 每一天每一筆 我都一定跟各位對價對死 賺的賠的會全部跟各位分享 沒有參數可以設 只有個模組 簡單明確 全部不用客戶自己去猜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兩筆對兩筆 一口當中呢 一樣可以正147點 同樣的 我們還是看一下今天 每一筆的交易訊號 今天低北交易訊號 在8.55分的時候 是一個延續盤 不同步 反向做多訊號 我們可以直接來看電腦 會是比較快的 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個是昨天的最後根K線 本來在灰色現象 這今天低跟K線 也在灰色現象 那昨天空今天也是空 這空放延續盤 但是我說過 8.55分一定要看一下 上面的顏色 上面顏色紅色就是做多 因此呢 收盤收定 必須設收盤價 也就是17039去做多 一起來看 會不會成交 下根K線最低來到哪裡 最低來到17014 定價百分百 全部都可以穿成交 但是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邦克規劃的壓力區 一口袋正31點 先幫他發一口袋 等今天這個機會 形成新箱頂 反向放空訊號 還是一樣 直接來看電腦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第一根K線是一個不同步的K線 視為相定 可是行情找到這個地方 有出現新的綠色虛線 視為相定 所以收盤收定的時候 我們必須設收盤價 也就是17013去放空 一起來看 會不會成交 下根K線最高來到哪裡 最高來到018 定價百分之百 全部都可以穿成交 相同的 也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邦克規劃的支撐區 一口袋正116點 再把它發一口袋 也就同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遠相信一件事情 他們擁有領先實戰新技術的同時 好事自然 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